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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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ny 給我老實招來 你是不是在監視我 You weird, buddy 如果不是的話,那你要怎麼解釋 為什麼他們會在我做完那個 電影預告分析的隔天 就放出了安全漏洞DLC的新預告 請你跟我解釋一下 哈囉各位你們好,今天要問你帶來的是 FNAF安全漏洞廢墟DLC的 遊玩預告分析 你沒有聽錯也沒有看錯 廢墟DLC的預告真的來了 只是我目前的問題是 上個禮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口氣有一堆的FNAF消息 這樣湧進來 我一開始以為就是 網站更新然後再來電影預告 可能再來下一次的話就是幾個月之後 的DLC預告或者是 電影的主預告之類的 結果在我做完那個電影預告分析 之後的不到24小時 就又出了一個安全漏洞廢墟的DLC 我當下真的是 然後還有一點 OKOKOK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老樣子 先來跟各位一起看一下 這一次廢墟DLC的預告吧 Let's go What the hell 欸 那裡有人欸 Cathy又是誰 這裡也變得太破舊了吧 蛤 所以說Cathy是認識Gregory的嗎 怎麼聽起來好像是這樣啊 杯子蛋糕 Roxy 也太破了吧 她 喔 那什麼遙控器啊 骨架 曲卡 欸 那個機器 不然往那個機器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 對講機 Oh my god 喔 喔好多熟悉的場景 欸欸欸欸欸 這盲體嗎 呃 曲卡一路好走 哈哈哈哈 還有太陽 不是吧 我們是戴上Venny的面具嗎 等一下 這是誰 這個是巴尼嗎 最後那個是巴尼嗎 喔喔喔 等一下 蛤 今年的7月份 我現在的疑問是 誰是Cathy 然後 為什麼這裡會變這樣 我們是不是戴上Venny的面具 巴尼真的回歸了嗎 那個最後那是 好的各位 我冷靜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來帶各位一起來分析一下 這一次的預告吧 那麼一開始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 一個到處被貼滿的 那個像傳單 還什麼紙張的一個地方 然後在後面那個玻璃牆 有一個有洞的地方 那邊有個小孩 他跳進來這個Pizzaplex裡面 痾 那麼這個地方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他應該就是 Pizzaplex的入口處那邊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 我有兩個疑點 如果這裡是被廢棄很久的話 那為什麼要把它貼起來 感覺他把它遮起來 可能是為了要掩蓋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裡面好像 已經完全沒有東西一樣 那麼再來第二個疑點就是 那一個小孩是誰 為什麼他要進來這個Pizzaplex裡面 那麼至於這個小孩 叫做什麼名字呢 那我們可能要再往下看那麼一點點 那麼我們接著會聽到Gregory講說 Cassie 我希望你能收到這則訊息 這個Cassie我覺得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要跳進來這個Pizzaplex的那個小孩 而且如果你去比對一下那個小孩 跟官方之前放出來的那個 四處預告圖裡面的那個小孩的話 你會發現說 他們兩個從那個穿著來看的話 基本來講就是同一個人沒錯 所以這也代表說 那個要闖入這個Pizzaplex的那個小孩呢 叫做Cassie也是我們這次要扮演的主角 那麼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連串我們之前在遊戲裡面看過的場景 只是這一次他變得比較破舊 比較老舊一點 這邊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是Gregory講的話 Gregory講說他被困在這個Pizzaplex的廢墟裡面 然後他沒有時間解釋 而且他說我們一定得要幫幫他 這個地方也是那種最困惑的地方 明明外面有什麼警察 什麼其他人可以呼叫 為什麼Gregory偏偏是選擇我們Cassie來幫他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所以這應該也代表說 Gregory跟Cassie之間可能有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關係你知道嗎 不然為什麼一定要我們來幫他 然後說到這個Cassie的話 目前我們是不知道這個Cassie的身份 跟來歷是怎麼樣的 因為在原本的遊戲裡面 也沒有叫做Cassie的人 我只知道說原本遊戲裡面 有一個失蹤孩子的名字叫做Cassidy 名字跟Cassie有那麼一點像 但他們兩個有沒有關係 目前這裡是不知道的 我們只能等知道DLC推出之後呢 然後接著還有什麼Daycare啊 地下的廢墟啊 跟那個搭電梯的地方 那麼在這一段的話 有一個杯子蛋糕好像在 什麼柱子的後面 我們這裡稍微放量一下 放量之後你會發現說 杯子蛋糕好像是在一個 什麼櫃子的裡面吧 看起來 那麼接著下一段呢 就是我們在預告片裡面會看到的 第一個機械人偶 Roxy 哇靠 他怎麼壞成這個樣子啊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之前那個禮法廳那一邊 那麼再來Cassie手上拿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遙控器 那個遙控器的上面有那個 Granrock Freddy的那個閃電的圖案 然後前端的話呢 有兩個像天線的東西 上面還有那個什麼轉輪跟指示燈 我自己在猜啦 那個轉輪應該是讓我們來調什麼頻率 然後我們調完之後對不對 要去按那個 中間那個像把手的東西 可以按下去 當我們按對之後 他會把那個訊號發出去 給某個東西 像門啊什麼機關之類的 如果正確開的話呢 下面的燈就會亮綠色 啊沒有的話就是亮紅色 我猜是這樣啦 OMG 這次還有骨架 拜託比啊 骨架真的是我之前玩過 算裡面最有壓迫感的一段了 很恐怖 這次還有喔 Chika看起來好像跟之前也差不多 只是他的手臂 欸沒有他之前手臂好像就斷了 不要下班好嗎 然後這個機器呢 就是我們之前在網站裡面看到的那個機器 呃原本我以為這個東西是拿來解救Freddy的 結果他只是一個單純的監視器而已 那麼接著這個監視器裡面呢 出現了那個Roxy嘛 然後在監視器的左上角有寫著什麼 監視器目前選擇的那個相機的位置啊 然後再來右上角的話呢 就是我們選到的那個相機 接著畫面的左下角有一個按下E鍵來使用 那個對講機系統 那個應該是類似之前三代裡面 我們按E鍵可以來發出聲音 把機器能夠吸引到某個地方的一個功能 再來就是右下角的那個地圖啊 放大跟縮小 ESC鍵可以離開這個機器 基本來講這就是一個蠻經典的FNAF監視器的一個標準的一個界面啊 喔然後再來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非常奇怪的遙控器呢 它是拿來插到這個機器裡面的 這個機器好像要接什麼電線你看 它目前裡面是有四個可以接的地方 然後下面有兩條的電線好像是斷掉的 這裡我自己覺得有可能 並不是我們要去找什麼電線來把它接起來之類的 而是我們要把上面已經接好的那兩條電線對不對 重新啟動之類的 我覺得有可能應該是這樣 再來這個就是Roxy的對講機 我現在是比較好奇一個點 這個對講機之後會出周邊嗎 然後接著這段就是你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 只有半身的機器人在那個門那邊要進來 這個人相信各位應該都不會陌生啊 就是Monty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那個Monty的牙齒好像變長了嗎 然後再來這段Chica在外面 然後這裡是什麼地方 我怎麼好像看不太出來這裡是哪裡啊 那麼再來這段的話就是Monty抓到的玩家 欸不對我剛才講得好像沒錯 Monty的牙齒確實比之前還要長好多喔 是不是被什麼人做了刻意的改裝啊 不能他之前的牙齒沒那麼長欸 然後這段的話應該就是到時候的死亡畫面啊 那麼接著這一段 呃我只能說 Gica你是不是惹到什麼人了 呵呵呵 怎麼每次在預告片裡面你不是被壓 啊就是像這樣被抬走 Why 然後再來這段好像是有一個機械人偶在那個垃圾堆裡面 那我們這裡稍微把它放亮來看一下 欸等一下 這個機械人偶是 Glenn Rocket Freddy 因為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 腳前面那一個正方形那一塊 然後再加上他的配色 是Glenn Rocket Freddy沒錯欸 而且放亮之後我們會發現說 後面那個背景好像是在那個什麼雷射場那個地方欸 等一下 Freddy壞掉 雷射場 遊戲裡面剛好就有一個結局是跟 Freddy在雷射場那邊壞掉有關的 會不會這次的故事是從那個結局往後接的啊 哎呦感覺有可能欸 然後這段的話呢 看起來應該就是跟Roxy的一個過場動畫的某一小段 這裡我們也可以近看到Roxy目前損壞的一個情況 看起來還蠻誇張的嚴重的你知道嗎 幾乎表層的那一層皮都已經完全都不見了 只剩下那個骨架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Roxy好像還被戴上一個非常奇怪的面具欸 感覺Roxy這個面具應該也是某種什麼改裝吧我覺得 那麼問題來了 是誰幫他們做的改裝 Venny 還是有其他人在這個地方來幫這些機械人做改裝 這個目前就不得而知了 OMG 拜託誰都好 就是不要這傢伙 這次太陽看起來就是比較破舊 然後更有那種攻擊性的感覺吧我覺得 然後再來這段的話呢 應該也是這次遊戲的一個新功能的部分 戴上Venny的面具 然後遊戲裡面的話呢 只有一瞬間有那個畫面而已 當我們戴上Venny的面具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非常多 奇怪的像是一團一團的那個什麼紫色的東西 感覺到時候戴上Venny的面具 應該是為了讓我們避免一些我們不能碰到的一些什麼東西啊 或者是會碰到可能會觸發警報的一些東西吧我覺得 那麼到了預告片之後 出現了一個蠻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一個角色 這個機械人偶還是角色的東西 他有一個兔子耳朵 那有兔子耳朵的話我可以立刻聯想到的角色 有Venny跟巴尼 可是感覺應該也不是Venny 因為我們之前看Venny好像也沒有這種形狀的牙齒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應該不是Venny 有可能是巴尼沒錯 而且他應該是上半步被挖掉那個巴尼 就有點像是之前的Wizard的巴尼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放在那裡 你會發現說他前面好像有一個類似鼻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東西好像也不是巴尼你知道嗎 但我目前自己是比較希望說是巴尼回歸 因為巴尼這個角色從之前的失蹤事件之後 就再也沒有任何的消息了 那麼接著Gregory在最後還講了一句 請別放棄我 整個感覺有那麼一點奇怪 不是遇到奇怪 而是Gregory在這個預告裡面所講的話 給我的感覺有那麼一點怪異你知道嗎 因為他講的話目前為止都沒有什麼頭緒 就只是希望我們不要放棄他 叫我們一定要救他 反正我目前的話是滿頭問號啦 那麼預告片最後的最後是跟我們講說 這次這個DLC會在今年的7月份上市 Oh my god 好快喔 我還以為說這個DLC可能會在什麼 今年的年底才會出 結果今年的7月份就會出了 有夠快的我的天啊 好啦各位 那麼以上的話就是這次的預告分析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也不妨可以幫這部影片按個like和訂閱吧 那麼等之後這個DLC有什麼更多新消息的話呢 我也會立刻為各位帶來一些最新消息的部分的 OK 好的各位那我是D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alimentos